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很簡單 當然我們可以說 有時間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或者樹林之間行走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客人 買了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包括了一些很簡單的 一張床墊 只有一張床墊 剛才醫生也提過 出去加拿大的時候 都可以攜帶 鋪在床面上 每一晚一定會睡覺 一定會休息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這個治療 不需要每天繁忙之完 要花時間走去交往的地方 還有一些就是一塊 一塊墊 可以在你上班的時候 在辦公室或放在地上 你的腳趾可以 或者放在你的電腦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的工作 都不離電腦 可以放在這裡的時候 你接觸到 已經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剛才提過的那些 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六創二的地址是在銅鑼灣 炸甸街五十四號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我們的聯絡電話 是二八八二四八四八 開放的時間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十點至晚上七點 星期六是上午十點至下午的五點 歡迎大家到來參觀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我是Dora 我和袁醫生 是這次自然療法與你的主持人 自然療法這個節目 是希望大家在醫療消費者 提供多方面的醫療和健康的資訊 讓你們和我們自己 都可以在健康問題術處理上 作出比較好的選擇 有本書叫做《蘋果魔鬼的經濟》 講出了資訊不對稱的概念 裡面指出了 如果我們資訊不對稱 會導致我們消費者會虧底的主要原因 無知就害人 但都是可大可小的 輕輕的話 影響可能是錢或時間上少少的損失 而大的話 就會賠償我們的健康 甚至我們的性命 要保障我們自己的健康 是不能夠缺少多方面的資訊 所謂知多點是省點 一開始我們歡迎袁醫生 袁醫生其實在同類療法方面 也有超過28年的行醫經驗 我也知道袁醫生有四科的專業資格 有骨神經科、表裂、中醫、同類療法、自然療法 袁醫生我知道你和看醫生的病人 多數都是奇難雜症 很多方法都試過 都醫不到才來找你 其實你接受這些案件 你有什麼感受 或者是開心還是不開心的 我想聽聽你怎麼說 身為一個醫生 其實今時今日 在現時的醫療環境下 一般人在醫療制度之下 其實我們預親很多病人 都可以這樣說 都是走投無路 差不多是醫無可醫 試過什麼東西 或者醫療都窮了 錢都沒有了 身體已經快要走到那邊的時候 才可以來找我們 然後一口氣上來找你 幸好 有時候來的時候 都希望我們可以包醫 最好問你行不行 其實這個世界上 通常答案很簡單 如果你找到一個醫生 能夠包醫你 立刻介紹給我 因為我也在找這些人 其實世界上醫療的人 健不健康 醫不癒得到 其實不是醫生那麼簡單 是很視乎病人自己的體質 我上次跟大家分享過 那個戰國時代 那個扁著 一位神醫 他說有六種人醫不好 如果大家可以聽回那一輯 我會很詳細解釋給你聽 事實上我們經常都是 很多時候我們有些病人 或者雙熟的朋友 他自己可能都很認識我們的醫療 但他們周圍的朋友 可能對這些方面是很不認識的 有時候是想介紹他的朋友 或者真的看不過眼 小孩子經常病 越搞越和 他看不過眼就想介紹自己的醫療給他 始終他的朋友往往都是對醫療 第一不認識 所以很有懷疑的態度 也是十五十六 未必想來看的 好像最近這樣 這些情況我們都習慣 習以為常 我們當作一種挑戰 是吧 治好你當然最好 治不好你我們都沒有什麼內疚 因為始終你都沒有治好你 我經常覺得都要配合 當然 所以我們的心態也是 我們盡量 因為醫療的條件有很多因素 不是我們的醫術 有沒有那麼簡單 其實有時候 明明在眼前見到一個人 你知道可以治好他 他在淺痛他都不會來的 他不會來 醫療的東西你不可以強行去 譬如最近講了這一天 剛才就接到一個朋友 這個朋友和我認識了很久 他自己也是受益治療 很多年 他最近有一個朋友 有一個小孩發燒 發燒都幾天 都不知道怎麼辦 總是燒就不通了 然後他就發了一個電郵給我 他說這個朋友的兒子 上個星期已經開始有燒了 但這個燒通常是晚上才出現的 晚上燒就燒到100度 其實不是那麼高 伴著燒的症狀 有時候肌肉、背脊痛 這種燒就不是一種感冒 很明顯的 一種感冒的燒 一種滑的燒 然後他的朋友 就讓他吃這些燒 用Panador 當然你發燒去吃Panador 就按了它 但始終Panador不會治療這些感冒 日後就按了沒有多久 到晚上下午 慢慢就會又升起 之後你可以看到 持續都是這樣的 當然那個病人 就覺得很生氣 很不舒服 然後全身都出了疹 身、腳、眼蓋 也就是 那個工人不斷地給他吃 那個工人是副修醫生還是沒事? Panador 又是Zortec 大家正在做節目的時候 我都沒有時間去看 我說算了 因為始終我星期三是私人的時間 我做電台節目 做其他事情 我都不看症 那我就忍不住了 我就打電話給他 那不如這樣 好吧好吧 雖然今天假期 只是我假期 你帶你的小朋友來 然後就發現 那朋友已經把我送去醫院了 這個故事其實是很常見的 在我的經驗裏面 往往一些人 真的可以這樣說 在臨入醫院那一剎那 就開始要請救兵 有時候我們真的 不是 病的事情 有時候真的不是說 你急便可以治癒得很快 但是我想這個 和大家分享 就是一個危險的地方 因為我在二十幾年前 我出了一些病錄音帶 叫做發燒是有是敵 我已經把最新的 有關發燒的科學文獻 裡面的資料 包括Professor Kruger 在University of Michigan大學 做過一系列的實驗 發現我們身體動物人類 發燒是靠發燒醫病的 因為有時候 如果你的人是不懂發燒 其實你會死的 有病你不會好的 所以發燒是我們的朋友 不是我們的敵人 所以遇到燒的時候 你千萬就不應該 是想辦法去禁止它 你要幫助身體去處理它 其實它自己調節在裡面 你要 其實在同類療法 叫做同類相治 以讀公讀 順勢治療 即是說你的身體 既然是要借在高燒 來治療病 所以你要幫助身體 是甚麼呢 是幫助溫度提升 而不是禁止它 即是說 為甚麼這個病 遲遲不好呢 或者他的身體 可能所發燒 可能不夠高 可能100度 100度 拖一下拖一下 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他可能會吃點退消藥 所以將溫度壓低了 所以拖到很久 拖到整個 上個星期至多 整個幾個星期 有一點不明白 小朋友 其實病向淺中醫 為甚麼不早些去看醫生 其實都會快些 對呀 說實際上 你去治療 就要去治療 看醫生的治療 其中一般的醫生 都是用退消藥的 可能他們過去的經驗都是這樣 去治療醫生 又給Panadon 即是同樣的 於是他又用這種手法 我覺得 其實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我以前在我的節目 都講過幾次 有一種病毒性的發燒 其實三分之發燒 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 是一種病毒性的發燒 如果你是病毒性的發燒 而一個小孩 年輕人 或者年輕人 如果你用這些 亞時不靈 這一類的退消藥 是一個很危險的醫療方法 因為會導致一種叫做 Rye syndrome Rye syndrome 這種病 百分之一半 是因此而死亡 就算不死亡 都是傷殘得很厲害 所以 你遇到這種發燒 小朋友 或者年輕人 用這種 亞時不靈 這一類的退消藥 就是一個很危險的醫療方法 我希望 我這個朋友 的朋友 十分仔 就不是出現這類的問題 妖迷的副作用 不是妖迷就挺可憐的 好了 你會不會告訴他 還是叫他聽這個節目 算 我都 這個朋友 都有我的資料 很多時候 他都很深 經常 買了一些書 或者資料 送給朋友 但是 很多人 可能 一些人在其他方面 可能事實成就很高 可能很厲害 但是 在某些醫療方面 大部分人都是 不懂就不懂 我們都看到 我們香港 有一個 中國人 有一個諾貝爾的得主 江川之父 是吧 他是很厲害的 但是在醫療方面 他懂不懂 怎麼搞到自己 老人痴呆症呢 如果你是有這方面 有一個知識的 你早點早點預防 你不會變成 一個老人痴呆症 其實很悲 因為 始終我們的知識領域 都很局限 因為我們的教育 是 我們叫做很 truncated 很片面的 很多人對某個領域 是很厲害 但是 是全面的知識 尤其是健康的知識 是很貧乏 當然 我也跟他講過 有這些 地球上 在西方文明界 很多這些法例 我們叫做 陰毒的惡法 即是不良醫療 廣告條例 藥物的註冊 表面好像幫你 其實是在害你 但是你沒有得不到這個資訊 那這些條例 是令到很多這方面的資訊 是出不了街的 那 如果 一般人 遇到這個十元仔 又發燒 這很明顯是一種 感冒性發燒 原來關節又痛 肌肉痛 有什麼可以做呢 其實 記住 身體是靠發燒醫病 為何遲遲醫不好呢 第一 你沒有被發燒 發出來 發到盡 第二 用這些藥去壓 或者用冷水去敷 那就是 跟身體的原意是相反 所以身體沒有辦法 克服到這個問題 那怎樣做呢 以毒攻毒 以熱攻熱 你身體想燒 燒不到 你就想辦法 將它溫度提高 最簡單的威動提高 就是喝熱水 喝大量的滾水 以及浸熱水 蒸氣可以嗎 蒸氣室 蒸氣都可以 但是蒸氣呢 除非有一個房間 蒸氣很難整個新的 家人很少有一個蒸氣室 有些Clubhouse 是的 你可以去的 絕對可以的 不過你知道 Clubhouse 那些大壁 進人家的蒸氣室 也不太好 人家都未必喜歡的 好了 你就用浸熱水浴 很可惜 香港很多人 本來家裡有個浴室 有個浴缸 但很多時候 有些人打死了它 我真的不太明白 因為要放洗衣機 留在哪個位置 這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 所以我覺得 其實浴缸是很重要的 我可以有很多資料 用浴缸 就是水療 用浴缸來浸浴 來醫病 可以浸很多種工具 第一種就是浸水 譬如你100度 你把熱水的溫度 去到103度 如果你103度 把熱水的溫度 提升到105度 其實目的 是幫助你的身體 提升溫度 因為溫度足夠高 有103度 我們的身體 白血球 那個 吞食細菌 或者病毒的能力 是最高的 所以你經常用藥 按住100度的時候 你身體升不起溫度 所以你的病 就經常克服不了 所以你就可以 應該用浸浴 再加一些梳打粉 或者煮糖 或者瀉鹽 Ebsen salt 用半杯 來浸浴 加溫度 喝水 那你就可以發汗 一發汗 你的消息就掉了 是這麼簡單的 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是可以這樣處理的 很可惜 那些幾天 剛剛回來香港 很多事情搞 這個訊息 這個留言 我也是剛剛才看到的 我在我們剛才做節目之前 我才看到的 可惜已經沒辦法了 她已經進了醫院了 希望她 不要出現我剛才所說的 這類這樣的問題 有時候你見到 一些嬸仔出診 你知道 現在最近有一種 以前古老的病 也不是那麼古老 很久已經不多見 叫聲紅熱 最近香港又開始出現了 聲紅熱 看到一些小朋友 開始又多 慢慢又開始出現了 那聲紅熱這種病 大概都50年前 一半年前 比較常見的 慢慢地自動消失 那消失的原因都不知道 始終很多病 有它正常的周期性 那我也沒有聲紅熱的疫苗注射 所以不可能 因為打針就打到它沒有了 它自動消失就消失了 有其他的因素 那如果真的聲紅熱這種症狀 在同學療劑 有一個療劑 叫做Beladonna Beladonna Beladonna 對聲紅熱的命中率 就是有效率是非常之高的 可能有百分之九十 Beladonna case 聲紅熱這種症狀 是高燒 又陈 面紅紅 就是癫茄 癫茄 或者是龍葵 當然癫茄是一個有毒性的草藥 同學療法 是將有毒性的物質 將它稀釋到沒有物質 沒有毒性之下 就成為一種治療的工具 所以我們今次遇到這個個案 大家可以作為借鏡 也能看到為什麼這個病 是拖長了這麼久 因為不適當 使用這些退消藥 令到病情拖長了 袁醫生 我記得你上一次其中一集都說過 我們為什麼這麼多人有萬性病 就是因為我們經常吃這些藥 按住我們的身體 令他們出不來 然後我們身體就產生很多很多的萬性病 隨著年紀越大 你的萬性病可能會越多 他這麼小已經開始 如果他這個習慣再堅持 經常都一有事 就不去立即處理 或者更適合他的方法 這個小朋友可能他一輩子 都可能會有很多萬性病更新 你看一下 今時今日的嬸嬸仔幾乎多病 有時候遊樂場 有時候有機會去到遊樂場 看到一些 如果媽媽照顧 不是工人照顧 媽媽照顧那些小孩子 他們說來說去 就算他們跟朋友說電話 那個題目 通常都說嬸嬸仔 看哪個醫生 哪個醫生好 哪個名醫 經常都說來說 題目就是講這件事 我講了幾次 那時候我帶小朋友去玩 遊樂場 我聽見他們說的題目 或是電話上說的題目 多數都是說嬸嬸病 怎樣去找醫生 其實這就是我們的資訊不對稱的問題 以及我們北洋醫學廣告條例 令到我們真正的資訊 是沒有辦法讓大家知道得到的 希望再重複 因為嬸嬸仔發燒 很多人都不懂得怎麼處理 也都很騰雞 可能就用錯誤的方法 將急性病抑壓下去 身體慢慢地就放棄了 我想自己調理自己 你總是用一些方法來阻止我條理 結果我就算了我放棄了 那怎樣呢 就變成慢性病 急性病變慢性病的過程就是這樣 OK 我們也有些信 有幾封讀者的聽眾來信 或者聽聽一下 我們先看看第一封 有一位朋友 他說以前聽過完醫生的節目 記得有個叫馬前子型的人 他說原來馬前子可以幫助磨牙的情況 他就說他先生有很多年磨牙的情況 牙已經少了三分之一 叫他很多次去牙醫配牙套 配完之後兩個月又磨到穿了 他一直都不肯再配 都說是這樣的 每天晚上就吵到他都睡不著 他說請問可不可以用馬前子這個療劑 幫他先生醫好磨牙的問題呢 我記得我們以前在同類療法介紹的時候 我們都應該提及馬前子 馬前子英文名叫Nuxvomica 是一種有毒性的果實來的 同類療法會已經是這樣 以毒攻毒 將一個有毒的物質 因為有毒的東西可以令到一個人生病 我知道病的病狀是怎樣 遇到一個病人有相似的病徵 用一個同樣的物質 稀釋之下將藥力減到沒有了毒性之下 就可以成為一個治療工具 馬前子的人通常是我們現代人 在一個很緊張的生活 很薄殺之下去求存 去生活的人的環境 做出來的證刑 當然說磨牙 在我們的同類療法的過去經驗裡面 在我們的同類療法的所有叫做 repertory 就是那個症狀的字典裡面 起碼有超過一百種 一百二十多種療劑 都可以治療這個磨牙症狀 這個朋友聽眾的案件 你看到 他磨得很嚴重 三分之一都磨了 然後他就在牙醫那裏戴一個牙箍 兩個月磨穿 兩個月磨穿 但你看到那個問題在哪裏 為什麼這個方法是沒有效的呢 他不知道根源在哪裏 好像磨牙都可能有很多原因 令牙齒磨牙齒的 因為牙箍就不是這個根源 牙箍就是我給他們一塊咬 他不想他三分二都繼續沒有 牙箍是不是這個病的根源 牙箍只不過希望你的牙齒 把牙齒放在牙上 讓你咬就不要咬爛 牙齒咬爛 那就咬爛了牙箍 兩個月就把牙箍爛爛了 很明顯的 牙齒的問題是很嚴重的 牙科的所謂處理 都不是對症的根源指標的 我覺得他也不懂 所以有些問題 我曾經所說 在同學療法裏面 已經有120多種療劑 曾經過去成功磨牙這種問題 120多種 哪一種是對的 這就是我們工作 在同學療法經驗 幸好我們有很詳盡的字典 從這個字典裏面 我會查出來的 譬如這個磨牙 是因為你憤怒 可能因為憤怒之後 而磨牙 那療劑就叫做什麼呢 叫做Carly Carb Carly Carb 即是Protessium Carbonate 英文叫Protessium Carbonate 然後是碳酸甲 Carly Carb 就是因為憤怒 Anger 而導致磨牙 好了 新鮮的磨牙 有三種基本的療劑 一種就是Camoma Camoma 大家應該都幾熟悉的了 Camoma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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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oma Camoma 是陽甘菊 陽甘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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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種的Cena 也叫做西拿草 或者山稻 鹽草 那就是 就是一種 是一種 稻蟲藥來的 那 那小蚊仔磨牙呢 很多時候是因為 跟那個 山蟲有關的 那還有一個 小蚊仔常用的呢 就是Tubiculinum 就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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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爐 那個肺爐 那個肺爐 那 Tubiculinum 通常呢 也都是很過度活躍的 很多呼吸系統的症狀啊 那所以如果 在沈蚊仔裡面呢 這三個是主要的原因來的 那有些是磨牙呢 就因為可能凍 你知道了 凍到那時候 大家都感覺到 牙膠打震 那這樣 這個冬天才會發生 是的 冬天才會發生 那其實呢 因為凍兒磨牙呢 在我們的資料庫裡面 有成八種療劑的 其中鈣營的 鈣營啊 石松營啊 或者黃蜂營啊 山蚨啊 山蚨啊 或者鱗 都是一種可以 可以治療這種情況之下的 那有些磨牙呢 因為抽筋 大量抽筋 那主要的磨牙呢 就是那個 丁茄啦 Beladonna Corsicum Coffee啊 Coffee啊 就是咖啡啦 星啦 生啦 那都有好幾隻的 如果因為 和那個 芒牙和那個 發洋釣有關呢 都有好幾隻 那其中Bufo Cof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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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rantula 那這些都是一種 就是可以 就是過去呢 是 非常之有效的 的療劑 那其中呢 一個叫做梁当 這隻這樣的 一種草藥 也都有毒性的 叫Hambang Hambang 曾經用來毒的那些雞 就是那些加琴的那種毒液 可能這些雞 有時候不小心吃了這些 被毒死的 那這個草藥叫Haiocyanus 那中文應該叫做梁当 那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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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治療呢 因為發洋釣 而磨牙 那這樣 那也有些磨牙的情況 當它呢 就是發了癲 發了癲狂的狀態之下呢 那也都是出現磨牙 那那個 那個 那個癲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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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蟲 那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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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些 那這些 都是過去呢 就是有效地 是處理了 或者是醫好了 那 那 Stramonium 是叫做 曼陀羅 曼陀羅 也都是屬於一種 比較有毒性的草藥來的 那如果是因為經期了 經期來了 經期後 後來 那那個癲劑呢 那那個癲劑呢 是有不同的癲劑 或者你磨牙呢 是早上起床 沒有多久的 就磨牙呢 那有的 又有另外的癲劑呢 比如Antimonium Crude Covallaria 這類的 都屬於這種情況 磨牙 因為坐在這裏之下 磨呢 就生癌 和Antimonium Crude 都是 或者睡覺 最多了 睡覺磨牙就很多 那所以很多癲劑呢 都在睡覺的時候 出去磨牙 都有成 數數大概有成 五十隻癲劑呢 都在睡覺的時候 那當然呢 其中呢 磨牙得很厲害呢 可以考慮呢 是什麼呢 是那個癲劑呢 是那個癲劑呢 在控制之下 不是一個 conscious的狀態呢 就出現的機會 大很多的 那一般人呢 都是 容易 在睡覺的時候出現 因為日頭如果出現 自己有時候都察覺了 之後呢 自己都會做其他事情 講一下 聊一下 聊一下 吃一下 可以立刻停止了 磨牙這種問題 好了 這個在我們同理療法 正在分享 因為一位聽眾都講及 他馬前指 我提及了 馬前指可以癌磨牙 當然了 磨牙呢 這個問題呢 就是不單止是那個 同理療法可以處理 其實有很多營養方面呢 都可以處理磨牙這種問題 那一般為什麼會有些人會磨牙呢 其中一個 有機會呢 就是除了壓力之外 有時候是敏感 比如食物的敏感 或者營養不良呢 也都會導致這個可能敏感的東西 醫療方面呢 我們會發現有些營養素 和可以幫助得到的 有些可能因為血糖的問題 我們在營養素方面的治療 可以用鈣或者尾 這個呢 很多時候 因為鈣和尾的不足 磨牙會出現 也就是Pantophanic acid 或者維他命B5 這個也都可以幫助你減壓 導致你磨牙減少 或者B雜 每一種維他命B雜 100個mg 亦都可以採用 因為B雜 跟我們神經系統的功能有關 對於很多人的B雜 因為壓力大 用維他命B雜去幫助我們自己的身體 也有些維他命C 或者維他命C雜 也可以幫助 因為維他命C 可以幫助我們的腎上腺素 對於我們壓力之下 逃跑 打鬥 都是我們腎上腺素功能的發揮 那時候的反應 所以呢 維他命C 幫助腎上腺功能 也是一種 其他可以幫助 比如Cromion 因為Cromion 可以正常 血糖的水平 很多時候 我們磨牙 是跟我們的血糖低有關的 血糖不穩定 還有蛋白質的安基酸 又是Tiramine Tiramine 也是可以幫助我們壓力減壓 還有一種磨牙 跟睡眠有關的時候 可以吃褪黑激素 令你睡得更加好一點 當然 如果你是年輕的人 就不應該長期用 因為Tiramine 是抗衰老的荷爾蒙 但是對我們身體的時差方面 是很有幫助的 當然年紀大 越大 Melatonin的水平越低 年輕人通常就不太多 所以不用睡那麼多? 那些 身體就不應該長期吃 年紀大一點的人 年紀大一點的人 不用睡那麼多 尤其是年紀大的時候 他們以為不用睡那麼多 其實他們睡不到那麼多 我們身體是需要繼續睡的 我記得我自己父母 九十幾歲的時候 都是睡得好 一直睡睡睡睡 平時的正常睡覺 很早睡覺 很早起床 睡足八個小時 不會說身體大 主要因為他們不能睡得到 就是因為褪黑激素 那個水平在身體上慢慢降低 他們睡不到 想睡都睡不到 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最有效的工具 都是採用褪黑激素 分量不用大 一個mg都足夠了 多種維他命抗物鹽 或者吃腎上腺素的補充劑 都可以減低我們的壓力 星和SAME 這種新興的營養素 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 降低我們的情緒方面的問題 飲食方面 因為我曾經提及 很多時候 我們那個磨牙的問題 跟我們的血糖控制得不好 或者血糖低的問題有關 飲食方面 我們吃一些 就是處理血糖低的食物 我叫hypoglycemic diet 升糖值是比較低的食物 通常就要高纖維 高蛋白質 還有很多新鮮的蔬菜 還有新鮮的水果 豆類 或者生的果實 種子 吃飛琴 或者雞 或者火雞 都是去皮的 或者烤魚 還有全谷的食物 在淀粉質的水果 或者淀粉質的蔬菜裡面 都盡量吃少一點 每餐裡面 每天就將餐數 增加到六至八次 即每次的份量沒有太多 每天吃大的三餐 主要的問題 都是跟血糖低 和腎上腺素有關 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飲食方面 就不要 酒方面 盡量要減低 還要減少那些 我們叫做 fast food 煎炸食物 精煉食物 紅肉 精煉的油 精煉的糖分 這方面的食物 這方面就要解 糖也是 不要在淀粉之前六個小時裡面 就不要吃那些甜的食物 如果餓的話 要吃高蛋白質的 高纖維的食物 減低壓力 自己學習一下 如何舒緩自己 加上我剛才所說的 很多方面的 鈣和營養素 有時候可以看看 身體抗蜿炎的狀態 做一些頭髮的測試 或者做一些敏感方面的 測試問題 這些全部都可以幫助我們 處理我們的問題 好 多謝袁醫生 剛才跟我們 這麼詳細的解釋 聽眾 看看你自己 是哪方面的原因 令到你有這個情況出現 我們上半節的自然療肺與你 就到這裡為止 大家喝杯茶 吃個包 我們轉頭 自然療肺與你下半節會再出現 拜拜 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 28824848 網址 www.healthshop.com.hk 自然療肺與你這個節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贊助 Hello 大家好 我們自然療肺與你的第二節 由開始了 看看我們還有一封聽眾來信的醫生 我或者讀一讀給大家聽 先謝謝你 這位聽眾 我們這個節目非常精彩 內容亦非常幫助 他有一個問題想問 指甲裏面有一條很直的直線 黑線 大約有0.2mm闊 都跟了他幾年 請問他身體出現了什麼毛病 他其實之前看過一些中醫 他們只是很簡單說 他肝不太好 身體有很多毒素 但又沒有告訴他怎樣處理 他又覺得如果在自然療法方面 可以幫助他 他都不喜歡有條線在手上 手指甲裏面 看這個問題 其實表面上很簡單的問題 一條黑色的痕 在指甲面上呈現出來 一般情況之下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黑色的色素 如果有些皮膚比較黑的人 有時候會出現這種情況 所以不是代表身體毛病的表徵 當然在中醫的角度 指甲是反映肝的狀態 所以指甲上的很多問題 其實中醫的角度 都認為是要處理肝的 所以這位聽眾 雖然中醫告訴我 可能與肝有關 但他也沒有用疏肝 補肝的方法 來幫你處理一下這個問題 指甲是很多時候 在醫學上 是讓我們得到很多臨床的訊息 不如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講一講指甲方面 我們怎樣看指甲呢 我們由指甲方面 來看我們的身體健康 通常我們指甲外面 都是半透明的 還有很硬的感覺 一般人常常以為指甲是骨落的一部分 但其實指甲不是一種骨落的 只不過是一種膠質的蛋白質 也不是一種鈣 因為有時候指甲有些八點 是不是鈣不夠 因為他常常以為指甲是骨 指甲不是骨 指甲是一種蛋白質 所以如果是指甲的成分來看 其實較為接近皮膚和肌肉結構 所以這部分都是因為我們組織角化形成的 我們身體的指甲每天會生長大概0.15公里 一個月會生長3到4公里 指甲根部白色半月形的部分 就是指甲身身的場所 就是重心的營養從那裡來的 指甲本身一般看來是接近粉紅色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反映了指甲底層血液的顏色 所以指甲顏色是反映了指甲下面的血液循環的 如果指甲呈現黑色或者紫色 那當然表示我們血液已經受到污染了 如果指甲接近白色 那表示可能有貧血的傾向 所以這種情況是需要多些涉水補血的食物 那如果有太陽和沒有太陽呢? 那這個就代表我們身體健康的程度來的 因為太陽的部分是我指甲根部的成長方面的 那所以呢如果沒有太陽呢 其實是代表你的健康是比較差的 那我真的見過一些朋友全部沒有太陽的 有些太陽就很高的 高其實是好的 當然不會高過濃 一般來說四分之一左右 正常的應該是四分之一這樣的太陽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身體的營養和生長的部位 那如果我們的指甲表面呈現白色的 好像混混逐逐 那也可能是肝功能不好 要特別留意 那之前你看到一些白點 那其實整體反應應該是肝功能的 那整體的問題呢 我試過病完之後呢 那隻手指真的有很多白色一粒粒 那手指甲那裡 沒錯 那這個就是一段時間 又退出來又沒事 沒錯 那這個就是營養的狀態 尤其是如果你得了大病之後呢 那通常呢 我們從指甲那裡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有些指甲上面的橫向的列紋 不是中向下 不是直的 不是橫向的 那列紋呢 就是表示過去那個病歷的 那如果就當個身體貧血 或者過度疲勞 或者生過病呢 身體某個情況之後不舒服呢 就是這個 那因為呢 我們每個指甲每個月呢 生長大概三到四公里 那大概四個月呢 就重新長過出來的 那就是好像一個日記簿的 那你看那個那個 那個橫紋的那個 那個位置呢 你可以看到那個問題 是幾次出現的問題的 那或者你那個那個 那個橫紋的位置 離開指甲的根部 大概兩到三個公里的地方呢 那代表呢 你一個月之前呢 是身體出現過異常的問題 可能呢 那時候呢 是兩個月之前呢 曾經患過病 但是對常見的呢 就是我們叫做中向的裂痕 就是向上的我們叫做植紋 那其實呢 那這種植紋呢 通常呢 表示呢 就是我們身體呢 就是一種老化形成 就是始終的 指甲老呢 那這種現象容易出現了 就是好像面上的皺紋一樣 你指甲都可能都會有這種皺紋 就是好像一個畫 但不是黑色的 不過那些紋好像一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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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就是一種皺紋 就是老化的那個傾向 或者肌肉萎縮 那就是屬於老化的 或者當你減肥過度 營養失調 都可能會出現這種這種皺紋的時候 那當然呢 如果十元仔 就是兩三四歲的十元仔 那當然呢 是不是老化的 是只不過指甲 就是成長得快速 那有時候呢 有些人指甲長得很快的 那可能也會出現這種這樣的 縱向型的裂痕 就是那些紋 那如果指甲很容易斷 就是很軟 那這就表示呢 貧血和肝臟功能不佳 那這個當然呢 就是血液的供應不足 那導致血的指甲變得脆弱 那肝臟功能不好的時候呢 就會特別容易呢 看到呢 指甲是特別的變得脆弱的 那我知道肝臟血 就是肝的血液的淨化 和再生機能降低 那血液的養份不足 那所以呢 就是要吃多些養乾的食物 早點睡 那有時候有些人看到身體呢 那個指甲呢 成為一種匙羹形的 我們叫匙羹形的 那叫匙羹形的呢 那這個比較 通常都是比較嚴重一些的 那因為有時候呢 那是中間凹了下去 那樣子 好像那個匙羹那樣 那這個呢 中間凹了下去 你知道那個表現 那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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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呢 是比較嚴重的 貧血的情況 才會出現 那樣子 另外呢 或者子宮肌瘤啊 子宮內膜的症狀呢 或者月經大量出血呢 都會出現這種 那樣子 當然明白了 這些問題呢 很多時候其中的症狀呢 就是經血量出血很多的 那很明顯 那經常經血多 就會導致那個 那個貧血的情況 好了 有時候你看回我們的指甲呢 有時候呢 好像有一種柱形的指甲 即是說呢 上面是闊點 下面是窄點 好像一個網球棒那些 那些 那上面是闊一點的 那這種容易出現 在有心臟疾病的人身上 那就是 那這種 那這樣呢 通常呢 是這方面的問題 那也都要留意一下 比較少 這些通常是很嚴重的 就是一般來說 我在街上很少看到別人的手指是這樣的 是的 如果它的指甲已經變成這樣呢 它很明顯呢 它心臟呼吸系統呢 已經出現了問題很久的了 就是很少 你完全不知道 心臟有時候出現這個症狀的 通常呢 你的心臟已經功能性 很多方面的呼吸上的問題 已經出現了一段長的時間 你慢慢地呢 你慢慢地呢 指甲才會變成這種這樣的形狀 嗯 那麼 半圓形呢 剛剛所說的 半圓形消失呢 記得呢 指甲的製造工廠來的嘛 如果半圓形消失呢 指甲會變弱 就是體力通常變得衰弱些 嗯 那就是有半圓形多的人呢 通常呢 體質比較強些 嗯 好了 那麼有時候呢 你看到指甲的表面呢 出現了我叫做雲帽的指甲 就是有些少少這樣的 嘎嘎嘎嘎 乾乾烈烈的 那麼通常呢 是代表指甲的出現呢 是乾燥 乾燥 乾燥 乾燥的症狀 那 因為身體的指甲上面的油質 開始變少了 那會增加水分的蒸發 變得脆弱些的 那麼很多時候呢 就 然後 輕微受到一些碰撞呢 也都指甲表面呢 出現這些這樣的 魂帽結晶狀態 那些剝落的 這些慢慢的脫落脫落的 那這種是一種乾燥 就是屬於指甲的乾燥的肌膚的狀態 那跟那個有貧血傾向有關 那因為身體呢 沒有辦法呢 是給指甲呢 是足夠的營養 那身體這方面是多於補充的 那當然呢 另外就看我們指甲的顏色 指甲一般的出現呢 是應該是 就是粉粉 就是淺淺的粉紅色的 那如果出現是赤紅色呢 那就代表血液呢 就是過於濃稠 太過濃的血液了 那正常的就是 應該是粉紅色的那樣 那當然啦 那這種情況呢 就可能 可以懷疑 可能會不會出現 多血症啊 或者腦血管全失啊 或者心肌緊躁 這些危險一些的症狀 就是變得很好 女醫生我看到這個手指 有些波羅蠻 那這些波羅蠻呢 就是跟我們剛才所謂的 魂舞形這種比較 就是變得它不得潤滑 會出現 都是跟那個血液的營養 那方面呢 有關係的 好了 那如果你的指甲呢 出現是紫黑色呢 那就是代表 那血液的混濁 不清 或者身肺功能都不好 那血液循環的障礙 令到血液沒有辦法 正常供應到身體沒消 血管的出現的結果 好了 如果指甲出現白色了 那你猜是什麼呢 怎樣 整隻白色 就是很白的 很白白的 那代表什麼呢 噴血 當然啦 因為我剛才所說的 指甲的半透明的指甲呢 顏色是反映指甲下面 血液循環的問題 那當然那個 如果出現那個指甲 出現白白軸的時候呢 因為肝功能失調 那最好呢 就做一些肝臟的檢查的方法 那好了 那正常的指甲應該怎樣呢 那當然呢 正常的指甲呢 應該是呈現一些粉紅色的 是最好健康的 最佳的 最佳的表現 就是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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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医院中的病人,10-20% 很多时候,指甲面有少少断落 有少少出血的微脂血管爆裂 这种在传统的医学里面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肌肉受了感染 即是我们的心肌受了细菌的感染 或者是一种蟲 一种条虫出现这个问题 或者是因为不小心整损 看到指甲面有少少破痕 或者有些出血的原状 那种一种的情况就是我们的指甲的周围 那些皮肤有时候出现发炎 是不是很痛的? 有时候会流浓 有时候有些人不小心刀刺 有时候飞起一块皮子 很痛 这个也是代表我们营养方面的问题 不够生果 千万不要剁它 一剁了之后很容易发炎 很痛很痛的 那么严重一点 整个都会腫了 那么在同外疗法里面 我也有很多不同的疗剂 就是专门是对付这种这样的指甲边发炎 我英文叫做Perronikia 那也都不同程度 你可以看到 那么有时候我们看到指甲 慢慢地好像一个爪一样 就是好像一个鹰爪一样 正常的指甲 那个指甲 手指和指甲面 那个根部的角度 应该大概是160度角的 那么如果开始慢慢出现这种 这样的弯弯 就是 鹰爪 鹰爪的倾向 我们叫做Clubbing 那么慢慢地 它们会看到 那个角度 由160度 慢慢变成180度 可以更加严重一点 就继续出现 那么这种情况 通常就是我们心肺的运动 那个问题 还有可能是和肺癌 是严重的 尾期就会看到这种 那么在我们的指甲里面 我们是很多时候 可以看到我们的自健康的状态 那么虽然我这位 我们这位听众 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那么其实很多人都经常 都会有这种问题 就是 为什么手指甲有白点 为什么手指甲有这样的颜色 那么 好 那么希望我们这次 就可以给这位 这位我们的听众 一个 一个 一个圆满的解答 那么我相信 在她自己的 平方 其实不用担心 如果她是属于皮肤 比较黑的人 那么这些这样的 黑色的 横向的纹 其实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是不代表什么的问题 那么当然 如果她真的是很担心的 那么就在肝脏那里做些事情 我们清肝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的了 清肝或者补肝的草药 那么我们健康店里面 也有很多这类的工作的 那么就是在中医的角度 是在肝脏来到调理 那么我们的血液质素 那么我们的指甲 那么我们的指甲 会变得光滑 就是红润一点 就是反控色的 这个就是正常的指甲 嗯 余医生你刚才一路说的时候 我眼睛一路都在检查自己的手甲 那么我发觉 上可 上算健康 但是看看看看 原来其实我的手指旁边 是有一粒好像凸起的小肉 又不知道是什么 都很久了 那粒米 是的 米粒那么大 我觉得它会生长的 是呀 手指尖那里 是呀 是呀 撞到又会痛的 那么我试过剪它 剪了一点 那么多 我发觉原来有感觉是会痛的 而且有剪太深 可能会出血 不敢剪深 是呀 看起来是很硬的 好像角化那些很硬的皮 是呀 就凸了出来 好像一粒米粒 凸了出来 是呀 那有多久了 哇 整年都不知道是否止了 整年多久了 其实我想去电了它 而我又很怕那些东西 所以我也雕下很久了 那看回来 我们叫做油 有一种硬的油 油呢 然后就是一种 在西医的角度 就是属于一种病毒的感染 那样 但是呢 你说会不会传染呢 我又不太觉得 是那么容易传染的 那有些人呢 就是 无端端不知道什么原因 都会生的 也有些人呢 无端端之下 自己会消失也会有的 那么 那要处理呢 当然 在一般西医的角度 就会给你一些药水 你一几度打死它 是不是 我外面都买过百多元一枝 但不可以的 打了十天都 你打了多久 试了多久 呃 用了两枝 但都不可以 哦 用了两枝都不可以 因为是否一次呢 就一次做些药水 是的 接着就二十秒 是说一枝的疗程是十天 哦 但是我又发觉 好像没什么效 用了两枝都不可以 OK 是哦 那当然 有些人会想着 用电死它 是吧 但是当然了 你电的过程里面 有很大机会 其实会有一个疤痕在那里 那有一个很简单的工具 我好像都和大家 都谈过一下 我就用香蕉皮 用香蕉皮 那原来香蕉皮 对这些油的治疗效果 是很高很高的 我处理过一粒小粒的油 或者整个脚都是大摊的油 都是用香蕉皮就可以了 那譬如你这么小粒 很简单 你自己香港香蕉道处都买得到 那你都没有 有香蕉皮 那把香蕉皮 就拿出来 剪得快小小快快 那足以盖到你的油的面积 那你就跟着拿一块胶纸 那就是绑住它 那等它过夜 你日头粘一块 方便 就不是那么方便 尤其是手指 你要回家做事 那你晚上的时候 你就这样包住它 但是早上起床 就脱了它 那你晚上又再 那你做它两个礼拜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很大机会 它就一路小一路小一路小 那甚至乎 就完全就会消失了 也都会 不会那么容易复发的 我们主角有些人 有些人 是整个脚都是 很大块的 不是一粒一粒的 所以它有感染的 很难说 因为如果你有感染 它是 比如我见过有个 有个案子 它就是一边有 一只脚有 但是第二只脚没有 所以这个感染 是不是应该是 两只都一起感染 所谓生油的因素 我们都不太知道 虽然我们一般的 传统医学 都认为 这个是一种病毒 可能会有传染 但其实我们发现 就不一定 这样感染得到 会测在臉上 也都会的 有些人会测在臉上 同样有个疗剂 有些人会测在鼻孔尖 这个疗剂就是 Costicum Costicum 是油生在臉上 有时候 你生在一些 很无谓的地方 有时候尿剂未必配合得对 所以在遇到这些情况 我都会建议病人 试试用香蕉皮 剪出新鲜的香蕉皮 这样黏住它 明天可能会变得黑了 香蕉皮黑了 就把它扔掉了 下次吃香蕉的时候 或者再切一块 或者没所谓 你摘一块香蕉皮 在冰箱里 对不对 那时候 剪一块 小块 用胶纸把它贴住 如果是大的 就一块 放在脚板上 或者穿着对墨 或者用大的胶布 包紧它 最重要是贴住 你记住 你的香蕉皮 一定要跟油的皮肤 一定要贴住 不要离开 离开就没有作用了 所以你穿着紧的 物也好 你睡觉的时候 做一块 做一块 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这是一种油的处理方法 我今晚要马上回去试 很骚扰 小小都 大家 我们的听众 如果大家有这个问题 试了之后 成功与否 都希望和我们分享一下 好吗 好 好 到时我和你分享 好了 接下来余医生 好像还有一些 很好的资讯 和我们分享 对吧 我们讲一下 汤水 汤水 当然好 我的主婦 很喜欢用汤水治疗 我今天介绍了一个汤水 是帮助什么 是帮助关节炎的 你记不记得 我们上一阵 好几集 我们都讲关节炎的处理方法 只要大家其实市面上 都有很多这些 帮助关节炎的那些 问题的营养素 当时这些价钱 都不是那么便宜的 都可能 百多元到二三百元 一瓶都会有的 嗯 其实呢 这些这样的物质 通常在什么地方来的呢 都是和那些 和骨质 和软骨 骨质 那个有关的 大家都听过了 市面上 医学上已经证实了的工具 就是我们叫做 Glucosamine 我们叫做 一种 安基葡萄酸 Glucosamine 和一些软骨素 Condria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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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过Condriatin 医学上也有这种说法 其实这些是软骨的 其实这些我们可以自己做的 我们香港有时候去街市买东西 有时候可以拿些虾壳 如果有些地方是脱下虾的 就是买虾肉的 那些壳可以放在一边的 有时候你可以看到可以拿的 或者是鸡蛋壳 鸡蛋壳 鸡蛋壳的鸡蛋皮 这样 其实可以用这些方法 是做我们的天然的汤水治疗的关节 那些方面的问题的 那壳呢 除了虾 就是鸡蛋壳 你自己吃大大蟹也好 吃花蟹也好 那这些这样的壳呢 全部都是可以用来煲汤用的 或者是软骨 香港呢 中国人呢 有时候煲的那些鸡脚 煲的那些猪脚 那其实这些都是 全部是充满这些 所谓软骨的Cardilage 那好了 那我们做这些的时候呢 我们鸡骨 是吧 鳌爪 这些这样 我们都可以用来做这个 那这个研究呢 就发现呢 如果我们经常吃这些 就是鸡骨 鸡软骨的时候呢 是可以 帮助我们的免疫系统呢 就产生一些 就是 不会再不断地 襲击我们自己的骨的软组织的 那这个呢 当然呢 是帮助我们处理一些 铝峰湿呢 或者退化性的骨质的关节炎的 那原来呢 吃这些鸡骨呢 就是鸡的软骨呢 就可以令到我们身体 有一种 一种 一种免疫的细胞 是的 我们叫做Cular T-cell 令到它呢 就不要攻击我们自己的细胞 那就是香港人呢 吃那些鸡骨呢 就是那些鳌爪啊 那些是非常之好的 是很对的 是吧 那我们的鸡蛋壳里面呢 所以我们鸡蛋壳里面呢 那鸡蛋壳里面那层膜呢 其实是非常之好的 那我们用这些鸡蛋壳的膜里面呢 可以做一些营养素呢 是远远比我们外面买的那些 这方面那种的营养产品 这方面也要花费啦 那大家可以做的 很简单 我们怎么做呢 那我们呢 就拿一个大煲啦 煲汤煲啦 那就放多些 就是鸡脚啊 猪脚啊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骨类啊 脚类那些 关节类那些 那些那些呢 是这样的东西呢 那这些细胞呢 有时候呢 会煲了很多些 就是很稠的那些 很浓的那些 很浓的那些 很胶质很丰富的 是啦 那再跟着呢 那再跟着呢 那所以第一就是那些 就是关节那方面那些 那些 那些骨 那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那些 那些骨 那虾骨啊 蟹骨啊 那那这样 那这样倒下去了 那倒掉那些那些 那些 那些那些 就是那些 雞蛋殻了 那或者那些那些 那一堆倒掉下去的 那就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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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柠檬或醋 这会将骨内的铭和骨内的铭溶化 当然水后就慢慢煮 煮滚了之后就开始慢慢煮 低温来煮熟 煮几个小时 当然有时候煮的过程中 汤面会浮烟渣渣的那些 把它搁掉 把这个汤煮完之后 就可以把这些液体搁出来 或者把上面的脂肪冻了之后 脂肪就很容易分出来 把这些汤汁放在冰箱 通常可以放在冰箱很久 一般来说放在冰箱都可以放在4天 如果你将冰箱来冰箱 真的可以放在冰箱很久 做了这个之后 平时有空就用来喝喝 不会浪费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汤水 帮助我们处理骨质性 或者退化性关节炎的问题 好 记住骨质、鸡蛋壳、背壳、虾壳、蟹壳 这些全部都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个汤水 都应该很好吃 好 谢谢袁医生 今天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 这么丰富的知识 解答了一些听众的问题 如果你有什么想问余医生 都欢迎你们上我们圆网站 讨论区留言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的自然遥法与你 在这里就够时间了 今天很丰富的内容 希望下星期继续收听我们这个节目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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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场水疗 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进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ling.com.h